过年回假 估计不少诞生狗要笨 问杀手朝对象啊 杀手去相信了吧 没到这个时候 好多人后悔得出英雄盾族的 后悔自己应该年轻 做过对象回假 读出亲戚们的嘴 当然啦 你也大可以把你电脑里的老猛对象 放手机里 回假分享一下 但是要注意 可别挑那种太大主 不然回假呀 一不小心发现 你和假里的表情们的男朋友 都是同一个 还都像陈伟霆 那可就尴尬了 现在可惜 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快 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 也能犯出新的发样 电影里男男恋女女恋 那都已经非常地细细平常 后来呢 又流行起来了个 废人类搞对象 极限斋男们啊 也就能幻想幻想 和机器人们谈恋爱 于是我们蠢玩笑的蔡云达玛 就演了个小品 叫机器人去画 韩国导演果在容混打 日本演员派出了一个 我的机器人女友 一看当然就知道 这片子走的还是小情心动线 次郎遇见的机器人 就像哆啦A梦一样 是未来的自己造出来 送回过去给自己的礼物 有的机器人呢 是给人类打包模的 这个机器人则是完全地 为了满足宅男们的养成乐趣 更何况这个漂亮的机器人 最后地震的时候 还能当保镖 谁看不想来一单啊 再后来 宅男们发大照了 不满足于和机器人搞对象 转而开始和Siri谈恋爱 就像2013年奥斯卡 提名的电影《他》一样 讲证啊 就算挺机器人又是个女的 我要是指的 那配音是 刮截斯嘉丽约翰逊号 我也想办了和他搞对象啊 正好啊 刮截最近好像和他老公离婚了 挺机器人感觉自己 这回又有机会了 车远了啊 在《他》这部电影里 男主角喜瑶朵 是一个转门给别人写信的 在和妻子离婚之后 渐渐和人工智能系统 撒满撒产生的情感 两人全程圣印交流 连视频都不能 看到后面 发现表面上啊 这是个搞科技问题 实际上 这是个异地恋的问题啊 更何况 小朵在这段感情当中 奉献了自己的所有 这才发现 原来自己并不是女神的唯一 萨满撒在聊自己的同时 还和许多寂寞的宅男 抱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正是应了以前的那句话 网络时代 你真的不知道 和你聊天的对面 是不是一条狗 在下面这部电影 序域《你亲人2》里 再正式把搞科技恋爱 玩出了话 脑洞开的真是叮呱呱 因为在未来的时代 你根本不知道 就是人还是程序 往上来想想 他只是有点小害怕呢 《你亲人2》里的男主角 那可真够倒霉的 畜场还没几分钟 就挂了两回了 第二次挂了之后 突然就有个美女 自称小魏 是她的虚拟情人 哦哦哦 这是厉害了我的片剧 各尼那剧本里 连谈恋爱都不露见着整人了 当然了 要是这男主角全称 都和孔气对话 那这片子也不用再看下去了 过了没两分钟 小魏也先上了 哇那么大一位女 胸够大 要够细腿够长 还留了直男最爱的黑长直 能欲解能罗里 不管上得挺堂 还上得了床 人家的对象是 只管谈恋爱 这瞧为何好 不光当媳妇 还能当提款机 不用男主角 给她做妞做钟 只需要陪在她身边 还能给她签化 呵啊这好事 给舔成掉馅饼一样 但是啊 画草里不草 老话说啊 嫁话呢不如爷话 想男人一有钱 那就得变坏 男主角和朋友们 去酒吧里喝酒 就看上了酒吧里 掺杠着小姐姐 陪她看星星看月亮 聊人生聊理想 在以来而去啊 俩人就相互喜欢上了 但是小姐姐 也有个虚拟情人 叫义先生 而且呢 还是城里的大人物啊 哎呀妈呀 听这个名字 这虚拟情人 就跟手几十里 人人都有一个呀 男主角这边 背着小北巡转爱 那边小北和义先生 也不是吃素的 毕竟啊 他们虚拟情人 唯一要的 就是对付的重成罢了 看到这里啊 我不免有些蒙全啊 以前看电影啊 这类的人工智能啊 不是都一点 无条件的成罪 有点累吗 为何这两个NPC 是如此的厉害 难不成背后 还有什么大阴谋不失 接下来 男主角为了证明 自己和小姐姐是真爱 两人在一起 经过了重重的阻碍 找到了城旭的bug 眼见就要消灭小北 和义先生了 欠据一发指尽 义先生道出了真相 原来男主角和小姐姐 她是真正的城旭 义先生则是他们的 琴蝶程旭员 和这两人在这里 又演了一遍 出门的世界 虽然吧 这恋爱的对象啊 可能是许无缥缈的 但是情感本身 则是证实的呀 看完这片子 还真的有点小惆怅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住院看 节目的各位诞生狗们 几年都能称颂称对的 过个情人间 愁愁日历 历二月十四 自然没经验了啊 时间仅任务中 大家都快出门 高对象吧 夏同志 我被一个虚拟人 逼得走投无路了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呀 那就只要逃出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